這是英文的輸入法 這是韓文的輸入法 這是節目在文的輸入法 這是泰文的輸入法 如大家所見 其實大部分的我能夠用得到的輸入法 基本上都是所見及所得 言下之意就是我看到什麼 我就能夠直接輸入什麼 除了中文以外 我們熟悉的注音或者拼音的輸入法 是經過一次的轉碼的 那越南文呢 這是越南文輸入的鍵盤 它也是由26個英文字母組成的一個標準鍵盤 那我想要輸入的這些字 該怎麼輸入呢 都藏到哪裡去了 聰明一點你可能會想到 我長按看看 沒有錯 基本上手機上的輸入 你可以透過長按的方式 去找到這些特殊的字 但如果我要你輸入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你確定你還要慢慢按嗎 如果我們把時光回推到15年以前 你能夠在網路上面跟越南人交流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像這樣子的越南文 看起來有點像英文又像印尼文 總之它就不像是標準的越南文 可這個現象在現在基本上是很難再遇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越南文的輸入變得容易了 這還得從電腦的Windows XP開始說起 我還記得我在國小的時候 為了輸入越南文呢 在控制台裡面有一個選項是 新增東南亞語言 總之你必須要把那個功能給打開 然後你要把Windows XP的這個光碟給放進去 它才會新增越南文 泰文等等的東南亞文字輸入 那個時候Windows的解決方案是 使用鍵盤上很多的按鍵 來表達每一個越南字母 也就是說它沒有替代方案 鍵盤上幾乎也是所謂的 一個按鍵對應一個文字 但Windows的輸入法呢 固然有它的便利 就是你不用再多按其他的按鍵 有幾個字幾個聲調 你就只要按幾次就可以了 但問題就在於 它跟我們習慣的書寫方式是不一樣的 越南的書寫習慣是先把字體給寫完之後呢 再標註那些帽子跟耳朵 然後才寫上聲調 而Windows的這個解決方式呢 是不符合越南人的書寫習慣 所以一直到2018年以前 在Windows上要輸入越南文呢 我們都會安裝一款叫做 UniKey的一個軟體 這是由越南人開發的 它綜合了所有越南流行主流有在用的輸入法 其中就包含了我們今天所想要介紹的Telex輸入法 時間來到2018年 Windows 10的1803版本更新之後 終於加入了Telex輸入法 至此在Mac OS Windows iPhone跟Android手機上面 Telex輸入法都得到了全面的支援 那沒有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越南文 最經典最古老的輸入法 Telex輸入法 談起Telex輸入法 我們要把時間拉回1920年 當時電報機出現在了越南 當時的電報機呢 只能輸入這樣子的文字 而當時的越南已經開始全面廢除了漢字 並且使用了新式的越南文 然而只有26個字母的電報機 是沒有辦法詳盡地去表達越南文的 而大家也知道 越南文其實有聲調 沒聲調 其實表達出來的意思很有可能 是大象徑庭的 意思會相差非常的遠 而且會造成很多的誤會 尤其是在報紙行業 更不應該出現這樣子的一個錯誤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報紙出版家也思考了很多種方式 就是能夠讓在電報輸入 以及這個文刊物的出版上 能夠有一個統一的 是專屬打字系統所用的越南文 那他們列出了大概這幾個方案 也就是說 越南文當時在印刷的時候 以及電報人員所收到的訊息 大概會長成這樣 那你必須要得自己去做一次的轉碼 才能夠轉成我們熟悉的越南文 那最後呢有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阮文勇 他是一個學者 也是一個出版家 他所開立的報社呢 就奠定了Telex輸入法的輸入標準 這個標準一直以來 他都只是呈現在書面 或者是在電報打出來的內容裡面 然後就經由人工下去做轉換的 一直到1990年的時候 越南文開始電腦化 那那個時候呢 Telex輸入法也隨著時代的變更 來到了電腦的輸入法當中 在過去十幾二三十年間 其實越南文在電腦上的輸入法呢 其實也是很多種 只是說Telex輸入法 他依然是一個最古老 最穩定 最多人使用的一個方案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 不管你是在iPhone 安卓手機 蘋果電腦 或者是在Windows上面 Telex輸入法 仍然都是越南文輸入法的 默認輸入方式 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各位介紹的 只要你學會了 你可以在任何的設備上面 輕鬆的輸入越南文 還記得我在字母的那個影片裡面 幫各位去做一個越南文的分類嗎 那我們今天也一樣 簡單做一個分類 我們可以整理成這樣子的一個標 這些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他的家族是有延伸出來的 那請大家記住一個口訣 就是先雙擊後W 什麼意思呢 簡單說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字 他的便利體可能來自於這個字 那麼由他變成他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有可能是透過W 也有可能透過雙擊 那你第一個嘗試的動作就是雙擊 當你雙擊很高的機率就會得到你要的字 如果沒有的話 那請選擇加W 回到我們的表格 首先第一行是雙擊之後 你能夠得到的系列 當然雙擊並不能滿足一些字 所以我們也還要加上一個 原字加上W的一個系統 就是這些字 這些字 其中有一個字 是直接輸入W就能夠得到的 就是U 大家可以按暫停 並把這張表給截圖記起來 OK到了聲調的部分 我們直接到電腦上面來做一個示範 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要輸入越南文的聲調呢 有五個符號你必須要輸入 那這五個符號呢 都是在你輸入完文字之後再輸入 也就是說一整個字符 輸入完你再輸入聲調都可以 不過這邊我必須要說明一下 就是 Telex輸入法其實它不會太計較你輸入的順序 所以你想要在第一個母音出來的時候就輸入聲調也可以 反正呢 無論是你先輸入還是後輸入 它都會自動跳到正確的位置上 我們直接來看吧 好我們來看第一組就是 這五個聲調的輸入方式 我把小鍵盤打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輸入的這個動作 好我來說明一下 上面就是成果 下面這紅色的 就是它的成果 那下面第二行呢 就是我們應該要輸入的方式 這個聲調叫做 sak sak 那它的越南文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就取它的音 取它的音 做為結尾用的 所以第一個 我會說它是聯想法 為什麼是聯想法 因為它是聲音的聯想法 它是用聲音下去做聯想的 可是這個主要是針對 已經稍微熟悉越南語的人 那如果你完全不熟悉的話 你可能只能硬背 第一個稍微有點要硬背 那它輸入的結果就是這樣 a加上sak a 結果就出來了 ok 那我們 下一個 第二個是 a加f a加f 它就是 這個聲調它是一個 往下的聲音 所以各位可以用聯想的就是 跟英文裡面的fall falling 之類的這樣子的一個意義 下去做一個聯想 再來是這個圖形的聯想 就是 問聲 yohai 我們出入a 然後再出入re 就會得到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就根據它的外觀 根據它的外觀 去做一個聯想 去做一個聯想 ok 第三個 就是 zonga zonga這個沒有任何可以聯想的東西 就是 a加 x 加s 加s x 這個只能印記 我就說這個只能印記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實際演練 實際輸入給各位看 在各種情況應該要怎麼輸入能夠獲得到正確的越南文 我們先把鍵盤給縮小喔 那這邊我要說明一下我設計的這個範例 五顏六色的這什麼意思呢 首先紅色的部分 各位看到紅色的部分就是它的成果 就是我們輸入出來的結果 我們要輸入的結果 那這一行呢 就是我們會輸入的順序 黑色的部分 就是它的架構 藍色的部分 就是補齊 帽子 或耳朵用的 綠色就是聲調 這個順序其實都可以打亂 也就是說 只要是這一個組合 我亂輸入 都會得到這個結果 這就是telec 輸入法神奇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我要這樣子安排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輸入順序 是越南文手寫的習慣順序 所以如果你已經習慣手寫 你來練習文字輸入 那直接把手寫的習慣帶過來 是ok的 如果你即將準備要練習手寫 那麼從輸入法建立的習慣 帶到手寫去 也是無痛轉移的 好我們就直接來示範 輸入看看效果怎麼樣 我們把鍵盤給打開 各位就看著我的鍵盤上面 按的這個順序 我們把整體給輸入 然後呢把帽子給補上 再把聲調給補上 那我剛剛說的 先雙擊後w什麼意思 如果我只單純要輸入 額的話那我就雙擊 那額的另外一個兄弟姊妹 長得跟他很像 但不是的是誰呢 就是額阿加上w 就是阿 所以我們就不斷去試 看是雙擊呢 還是加上w會出現我們想要的字 嗯就這樣子而已 好第二個是ROY 來把架構打出來 補上帽子 不好意思齁 打錯著 不 欸 我剛剛做錯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字已經不可編輯了 Telix輸入法是每一個字 就跟我們的注音輸入 或者是拼音輸入一樣 你在還可以選字的時候呢 應該要去變更 如果你在不可編輯 或不可選字的狀態下 就是按空擺鍵或Enter之後呢 那這個字基本上必須要重打的 邏輯是一樣的 好我們重來喔 把整體架構打出來 再補上帽子 再加上聲調 好 往下 更長的字 忘記了 很好笑 來我們把整體架構給打出來 把帽子補上 把聲調給補下來 下一個這個比較特殊喔 把整體架構打出來 你是不是看到 然後這邊有兩個耳朵對不對 那我要輸入幾次W 一次就可以了 只要輸入一次 它兩個都補上 然後再把聲調給補下來 教大家另外一個 我自己習慣輸入的方式 是這樣的 我會把 給直接打出來 為什麼呢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 然後我會把 也打出來 然後把 這是我的習慣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跟著我設計的這個順序下去做 好來我們繼續走 好 剛剛呢 我們雙擊 假如 假如我們還不熟悉 看到這個帽子是反過來的 那個帽子是反過來的 我們 連續點兩次A 剛剛A已經點過 你再點一次A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出現不對的字了 這個出現不對的字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直接換一個方式 既然 雙擊沒有用 那我就選擇 W 我不用改喔 不用刪除喔 直接按W 啊 它就出現對的了 OK 大家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吧 就是在 在上可編輯的狀態下 我沒有按空白鍵 我也沒有按Enter的狀態下 我要換聲調 我要換帽子 都是直接換就可以了喔 好來 聲調給它補上去 好 那打習慣之後 給各位看打習慣之後 大概就是這樣子 非常有效率 因為我們其實 不需要去思考太多 好 這個更長 Hongwin 那分兩個Big Name 性軟的多數都是越南人 好來 那這個呢 它既有這種 A 有導聲 又有 這種 連續的 連續的 那這個呢 它既有這種 有耳朵的這個特殊字出現 我們來示範一下 一樣 架構打出來 聲調補上去 好 這很簡單 架構打出來 有 這種架構的東西 我就不慢慢打了 大家就 自行練習 就是看你的音打速度如何 好 帽子補上去 聲調給它補上去 繼續 好 架構打出來 誒 我打錯了 哈哈 打錯怎麼辦呢 這個Z沒有用了 打錯的話就刪除 就整天刪除 在手機上面呢 其實如果你刪除的話 它有可能會退到前一步去 就是會退到 這個單純只有 啊的狀態下 可是在電腦上 這樣有時候它是直接整個字刪掉 好 我們重來 架構打出來 耐槓給補上去 OK 出來了 那 為什麼不是 D加W呢 就我說的 你要優先選擇雙級 兩個D 兩個D 才會出現 那D加W是沒有東西的 就是U 好 我們繼續 粉 我們直接看紅色的部分來打 結構先出來 耳 耳是兩個A 然後再加上聲調 OK 繼續 這個最簡單 最快 結構出來 按F就出來了 然後 這個架構先出來 加上W 補上耳朵 補上去 加上聲調 F OK 別 稍微給它大寫 這是對名字的尊敬 好 架構先出來 再輸入一次 A 讓它帽子補上 再輸入J 把聲調給補上去 OK 那沒有任何的聲調 直接打 來 公安分 地方的公安 一樣 架構打出來 補上帽子 這個什麼都沒有 直接輸入 OK 這個一樣架構打出來 加上W 加上聲調 好 好 繼續向下走 等等 想像 來 這兩個 架構打出來 W 給它補上去 問聲呢 問聲是什麼 問聲是R 好 打下去就出來了 第二個 也一樣 W補上去 補耳朵 眾聲給它補下去 好 再來 喇喇喇喇喇 既是願望 一樣 我們可以這樣子 再補一個 D進來 再補一個X 但是我們也可以先打出來 然後再補上A 再補上X 都OK 第二種是我的習慣 也就是說我在練習這個Telex輸入法的時候 我並沒有按著正規的方式去輸入 所以 我會這樣子打 但是我會建議各位這樣子寫 把架構給打出來 再補上那一橫 再補上聲調 這樣子會 對你的手寫會比較好 來 喇 這個沒什麼 這太簡單了 架構打出來 把帽子補上 把聲調給補上 來 架構打出來 聲調給補上 好 以上 這文字的部分 都滿足 那所以說 我這邊 補充這三點給各位看 意思是什麼 先雙擊 後W的意思就是 A 對不對 它延伸出來的兄弟姐妹 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 那 我不知道哪個先哪個後 的時候 我會先選擇 先雙擊 對不對 一個R 兩個R R 就出現一個 向下的帽子 如果我找不到我要的字的話 那R加上W 欸 就找到我要的字了 它的帽子是往上的 一樣 我們用R來示範 他的兄弟 有這一個 跟這一個 對吧 那我們在找他 我們看到這個字 欸我不知道到底是輸入兩個R 還是R加W的時候 欸我優先輸入兩個R看看 找到了 那接下來呢 如果我要找的是 R這個字呢 怎麼辦 那我就是輸入 兩個R 不對 沒關係 我改成 加到W 它就會變 當然如果你已經記起來 你第一時間 R加W 是正確的 那是OK的 沒有問題 那其中呢 有一個東西就是 直接輸入W就得到 直接輸入W就得到 好 如果你 輸入兩次 它就會變成原本的W 好 輸入W 空格 輸入W 空格 你就會一直 獲得這個字 啊如果我要輸入W的時候 例如 我在越南文狀態下 想要輸入Window 那 你輸入可能會變成這樣 所以 你應該要 欸 兩次 這樣子 OK 好 那順序不同 沒有關係 對 例如我剛剛說的 好 例如這個字 你看我的順序是什麼 我的順序是這樣 把這一槓給弄出來了 把呃也掀出來了 把呃也掀出來了 然後我才把呃給補上 再把聲調給打上 這是我的習慣 可是呢 我會教各位 把這個給架構給打出來 把呃給補上 把耳朵給補上 把聲調給補上 這是我建議各位的 那無論怎麼樣子 只要文字還在尚可編輯的狀態下 都可以做變更 好 那以上就是 越南文 TeleX輸入法的介紹 以及示範 希望對你學習 越南文的路上 能夠達到一些幫助的作用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分享 點讚 或者是超級感謝 或者是把我 每一支影片 都從頭看到最後 我會非常的感謝你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按讚